近年来,中国的航母事业上的发展可谓是尽头正足,并突破技术瓶颈与封锁,成为了能独立研发并制造航母的国家。 日前,首艘国产航母002号早已完成了第二次海事,如今返回大连造船厂接受进一步的西装。 与此同时,辽宁建也在接受大改。 网友纷纷表示,双航母时代即将来临。 据国内媒体10月22日报道,日前,002号航母的敬照爆出,只见002号航母崭新的甲板上多了三架军机。 细心的网友指出这是歼15战机,直9S搜救机与直18J预警机的全尺寸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一架普通的歼15战机,而是一架加装了电子情报吊舱的歼15电子战机,又称歼15D。 在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作战方式也逐渐趋向于电子化,而电子情报吊舱则可以很好的规避敌方的火控雷达,并释放干扰信号使其不能锁定并开火,在一场对战中起到先发制人的作用。 如今歼15D登上002号航母,预示着我国舰载机队伍又多了一个新力量。 那就是电子舰载机,中国将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做到电子战机上建的国家。 然而这还没完,接着中船重工在船捷报,我国又一款战机崛起。 10月25日,中船重工旗下企业中船海空装备官方账号公布了一则消息,其其下一款HK5000巨无人机将在11月6日举行的第12届珠海航展上展出。 而这款无人机有三大技术特点与优势,首先,这是一架查打一体无人机,积极侦侦查,情报传输和火力打击于一身,这项技术目前只有中美两国有。 其次,这还是一款折叠翼无人机,采用的是双前轮和可折叠式机翼。 最重要的是,这款无人机还将登上航母,并未成一款舰载无人机,国产折叠翼,查打一体。 舰载无人机HK5000巨的面世,象征着中国在舰载机领域在创新高,不仅实现了电子战机上线,还将实现无人机上线。 在世界无人机领域,HK5000巨都处于技术第一的地位,中国研发的航母舰载无人机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然而这还只是中国海军现阶段的发展。 在未来,我们还将实现核动力航母、电磁弹射,以及五代机上舰等一项项技术突破,展现中国海军强大的实力,成为捍卫我国海上主权与安全的中间力量。 伴随美国全球围堵俄罗斯趋势越来越明显,欧洲火药味也日渐浓厚,近日,北约纠计30余国军队气势汹汹跑到俄罗斯家门口炫耀武力。 虽然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可俄罗斯仍然做出狠战斗民族的反击,但可能考虑到提高反击效率和直接性。 俄罗斯此次没有选择组织一场规模对等的军演,而是直接跑到北约演习区域附近怒射一堆飞弹,以此反击美军的欺人太甚。 2018年10月26日据参考消息网报道,北约正在挪威组织冷战结束以来北约最大规模军演,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公开宣称,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威慑。 虽然对于具体威慑对象是谁,他非常含混地表示,这是一种纯粹防御性质的威慑,并不具体针对某个国家,但从演习主要地点异常逼近俄罗斯且假想任务是挪威受到攻击的现状不难看出,军演矛头直指俄罗斯。 这次军演主要地点在挪威及相关海域,31国5万名军人,1万辆战车,250架飞机和65艘军舰参演,背后的推手当然就是美国了,因此,美国这次军演可谓全力以赴。 海军主力航母杜鲁门号写加拿大和挪威军队扮演主攻方,得意因三国军队负责防御,因为涉及到复杂后勤综合补给与海上兵力调配,所以整个演习海上区域几乎囊括整个北大西洋与波罗的海。 北约官员表示,演习注重考察北约协同作战能力及快速部署能力以应付地区突发事件。 俄罗斯进攻,到俄罗斯家门口搞军演对北约而言并不稀奇,可规模这么大驻石砍舰,5万多名军人,还有大量装备,这样规模只有冷战时期军演方可与之媲美。 很明显,北约如此大费周章跑到俄罗斯家门口,进行军演绝不会只是想简单威慑一番,因为北约很明白,俄罗斯不是被吓大的,威慑这种东西对俄而言几乎等同于无效。 现实而言,北约这次军演当然会有向俄罗斯示威成分,可这并不是唯一目的。 从乌克兰危机到叙利亚内战,俄罗斯高校的战前动员,部队调动及后勤保障一次又一次震撼北约,作为向俄罗斯挑衅一方,北约各国军队拖沓的作风和捉襟见肘的后勤,让北约注视没什么底气和俄罗斯硬碰硬。 正如北约官员所言,这次演习非常注重考察各国军队后勤补给效率和快速机动能力,类似于一次对成员国军队摸底,从而评估一旦在靠近俄罗斯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北约的真实反应能力。 此外,给成员国军队练胆也是重要目的之一,经过多年文官制军实践,即使装备水平大部分都是世界一流,但北约成员国的军队除少量精锐部队外,都处于一种孱弱不堪状态,部队精神风貌很差,中高级指挥员缺乏战争思维,过度依赖高科技装备。 东欧军事对峙中,北约的飞行员面对俄军飞行员飘悍作风,竟然会因为心理压力过大而拒绝前往对峙强线,北约从中感受到巨大危机,所以选择靠近俄罗斯的挪威进行演习既是示威也是劣胆,避免成员国军队在俄罗斯威压之下精神崩溃,然而,无论北约抱住怎样目的,俄罗斯的回应永远是简单粗暴且直接有效。 10月26日,也就是北约冷战后最大规模军演当天,俄罗斯卫星新闻网报道披露,俄罗斯正靠近挪威的巴伦之海进行飞弹实弹射击,俄海军22,350型护卫舰舰戈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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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 戈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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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俄罗斯的安全却有助现实性威胁,所以俄必须与盟友做出必要回击。 俄罗斯的回击是什么已经无需多言,但北约经过乌克兰危机与叙利亚内战后依旧没看到自己的地缘军事劣势,还想保持对俄军事高压确助时令人无语。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国家亦是如此,若北约真以为纠结一帮小兄弟就能起到人多力量大效果,那俄罗斯的铁骑应当不介意告诉他们什么才是能打仗的军队。 据美国航空周刊网站8月17日报道,近日,美国密苏里州怀特曼基地将派出三架B-2A隐形战略轰炸机,飞往西太平洋的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替换关岛基地里三架老旧的B-52H轰炸机。 这三架B-2A在飞行途中还会在夏威夷火炉鲁鲁岛西开姆空军基地稍作停留,最终完成此次替换部署,伴随着夏威夷火炉鲁鲁岛上的一阵轰鸣声,美军发架引轰已飞往西太平洋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 对此,中国部分专家表示,歼20的对手来了,B-2A,代号为幽灵,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一款隐形战略轰炸机,具有航程远,载量大,隐形突防,精确打击四大特点,这也是它的优势所在。 因B-2A机造价昂贵,单价净达24亿美元,美国目前只生产了21架,B-2A的航程可在满游的情况下持续飞行依2万千米,在空中加油一次能续航6000千米,可连续飞行10小时以上。 另外,B-2A机外形光滑平稳,具有极强的隐身性能,不易反射雷达波,雷达反射截面不到0,1平方米,在武器在赫方面,B-2A装有两个旋转弹架,能携带16-80枚不同型号的炸弹,包括AGM-129型巡航飞弹或G-87型极数炸弹,以及各种普通炸弹,反应灵敏,能准确瞄准16个目标同时发射,威力极弹。 而反观我国的殲-20,代号威龙,单位造价约1,1亿美元,最大航程达6000千米,雷达反射面积为0,01-0,05平方米,在这一点上与B-2A不相上下。 另外,歼-20可携带6枚飞弹,若要加大带弹量,就得牺牲其隐身能力,主要执行远程的拦截任务,破坏对方的防御战机,巡逻机,预警机等,打开对方的空中防御缺口。 但B-2A性能与技术方面确实是领先前列的,但却有著一个局限,那就是不仅造价高,其维修费用也很高,竟一次机身清洗费就达10万美元,越珍贵则越不可取。 早先就因两个传感器传输了错误的数据,致使一架B-2坠毁,若用它来作战,无异于是大财小用,性价比还不如普通引轰击,总而言之,B-2A的确实是目前最先进的多用途战略轰炸机,但真要拿它用于常规战争,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性价比